两度开车冲撞,女店员惨死,最难杀人罪起诉 监视器拍下黑色轿车两度冲进超伤的危险瞬间 发生在今年3月4日的这起轿车冲超伤撞死女店员事故 26岁的肇事者刘凤玲昨天遭检方依杀人罪嫌起诉 警方调查他因不满女友提分手 酒后开着黑色轿车冲进台南市散化区中山路这间超伤 试图引起女友注意 却造成逃出柜台的33岁超伤店员杨慧珍当场被撞死 他造势后逃逸并打电话恐吓女友 好不好玩,很好玩吧 他投案后酒色值达0.68毫克 便称当时喝醉,不知发生什么事 检察官认为他犯后毫无悔意 卓一杀人罪嫌起诉,并见请法官从重量刑 动物新闻台南报导 中文字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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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提供